并且他认为在中国遭受的一些不幸 很多人的不幸不包括他自己 他认为这些不幸福这些压力 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打压 你说说共产党把他家房子给推了 他说这个责任还是在美方 这不就跟共产党的逻辑一样吗 很荒谬的逻辑 这是在撇地宫有吗 这在捞吗 他在东张西号 但是他就是看上面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太好呀 卧槽 有没有他讲的 就是有鞋 看到吗 有点远走就不去咬 哦 这个鞋来了 等一下我要看他是哪个餐厅的 都还亮面包车吗 这个手蜡机子刚好来了 我踩着这个点 他说走之前鞋了 哇 我吐了 他是等着就是 包里面包车走了 这边还有一个垃圾站 然后那个人正在里面咬 他在打着手电筒检查 那个 每一个垃圾桶里面还有没有油可以供他咬 前阵子我们讲到的那一位中国武统学者 武统的教授 他在最新的一次演讲当中啊 又提出了惊人的 比较过急的自己的观点 那像是他希望尽快的武统台湾啊 当然在中国的主旋律 在中国的立场上 他的观点是迎合大众的 但是 这一次的演讲却遭到了中国的很多平台的封锁 他的相关的影片呢 在大部分的平台都看不到 为什么呢 他不是支持武统吗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言论太过激了 上次我们知道他说让中国人要牺牲啊 一亿四千万 当然那支影片在中国的平台上没有被封锁 这一次说了什么话 竟然能够被中国的官方封锁呢 就是因为啊 他的话 引射到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 啊就是说啊 他武统都喊了这么多年了 咱们怎么还不打 如果我们接下来不啊 使用暴力的使用武力的尽快统一台湾的话 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又是什么 那我们共产党是不是窝囊 我习近平是不是废物 当然他们没有直接这么讲 等一下我们看那一支短片 你可以听出来 他的那个话言外之意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让有关的部门呢 相关的呃上面的人听到了就感觉 你他妈这不是在骂我吗 说我没用吗 说我是垃圾是废物吗 所以说呃相关的部门呢 紧急将他的一些影片呢 在中国的平台上啊 呃这一期的删掉了 其他的好像还可以看到 当然我不知道接下来 中国官方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台湾问题再拖下去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是中国国家的耻辱 是中国政府的耻辱 是中国军队的耻辱 而且稍有风吹草动 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 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还执什么政 换人算了换党算了换朝代算了 夏商周秦汉宋元呃这个这个这个 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民共和国 哪一个朝代建政73年了还有一个省还没有统一 这是第一第二借助美国统一台湾现在已经彻底失败了 哎这40多年来试过了 另外一则消息是中国前阵子有一个在网络上很活跃的 一个中国的小粉红一直在呛美国呛台湾 然后呃还有呛乌克兰 直接加入了俄罗斯的雇佣军叫瓦格纳集团 这一次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他成为了中国籍的雇佣军的首个阵亡的人士 啊就是已经不在了 之前看到他的影片非常的嚣张啊 他认为中国人啊在中国国内的那些不幸呢 或者是过得很不幸福啊 或者是经济啊失业啊包括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 他都认为这些啊压力啊都是来自于西方 像是美国这些国家打压我们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才会失业啊经济不好啊过得不幸福啊 这些都是西方造成的 所以他要加入到俄罗斯去啊为中国出一口气等等的 就是非常荒谬的一个逻辑在他那里他都可以讲的顺理成章 然后之前他经常拍影片啊啊啊然后介绍他在俄罗斯的那个军队的生活 但是后来媒体扒出来他其实他是定居在俄罗斯的一个中国人 因为他的老婆是俄罗斯人所以他是住在那一边的 然后呢他在俄罗斯犯罪了犯了刑事法律 然后因为他赶上了这个俄乌战争 因为一些相关的法律嘛你如果是犯人的话 只要你派去前线的话能够待个几年啊是前线呢 这是最危险的地带你去奉献的话啊你如果你幸存下来 那之后过了那几年你就啊没有刑罚了 你就解除了你这个犯罪的刑罚 并且还有每个月还有薪水 所以这个中国人呢也是因为自己犯罪了想要抵消自己的刑罚 所以才参军了啊名义上说是为了俄罗斯为了所谓的自由跟正义 然后每天拍一些影片 其实后来没有人也扒出来他在中国也待不下去 因为他中国的老家他的家的房子啊 刚好就被共产党给扒了就被政府给推掉了强拆了 可能政府要搞一些建设啊 然后也没有得到下文 但是他之前呢不知道是为了共产党洗地 还是有难言之隐 他在呃他的节目里面说这个房子被强拆啊 他也能理解 并且他认为在中国遭受的一些不幸呢 很多人的不幸不不包括他自己 他认为这些不幸福这些压力 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打压 你说说共产党把他家房子给推了 他说这个责任还是在美方 这不就跟共产党的逻辑一样吗 很荒谬的逻辑 这是来自中国网易新闻的报导 就在今天首位中国籍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正亡了 据内线消息说 这位名叫五名的中国籍瓦格纳雇佣军 年仅33岁 前几个月 他报名参加了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 抵达俄罗斯的瓦格纳训练营 不久被派往乌俄前线 前几天在备受瞩目的巴赫姆特战斗中幸存下来 然而刚刚过去的短短两天 他便壮烈牺牲 据他的俄罗斯女友在当地社群媒体中发影片宣称 6月9号 五名是在掩护同伴撤退时被乌军炮火击中而阵亡的 俄罗斯女友得到消息后悲痛欲绝 战争是残酷的 炮火是无情的 我们为了自己的祖国 为了自己的家人 为了崇高的理想 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抵消自己的罪名和高额的佣金 而搭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是不是有些不值得呢 前不久呢他在他的影片中那时候还没有阵亡 那时候他们的那个阵地里面有缴获 呃就是残留下来的战车坦克 不知道是他家里面有需要 还是家里面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看得出来他急需用钱 所以他在影片中透露啊 如果有哪些人 比较牛逼的人士 高级的人士 想要这些战车 或者是武器的话 他希望能够以低价出售给他们 他急需用钱 对着镜头大秀自己与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的合约 从作战地点隶属队伍到几配多少薪资全都一览无遗 正是这个俄罗斯外长 国防部外长少一谷的亲自签名 这名自称五名的中国民众 在网路上自曝加入瓦格纳的经历 抵达俄罗斯后还大方介绍瓦格纳佣兵的宿舍环境 这就是我在瓦格纳基地的个人宿舍啊 我们是一个人一间屋 图片里这些有的东西我都有 置物柜内作战装备应有尽有 这名中国籍瓦格纳志愿军 甚至还直接向美国叫嚣吹捧中俄一家情 网友随后起底这名勇士 发现他过去不仅曾是前中国解放军反坦克飞弹操作员 在申请文件中还写上自己过去曾因金融诈骗被判刑13年 本人急需用钱啊 现在出售一辆前线的坦克已经打飞了啊 装甲坦克已经打飞了啊 直接和本人对接就行了 咱们交易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上黑河 黑龙叫黑河啊 我包送送到边境 然后你们自己接 我的队员全牺牲了就剩我了 现在我自己做主啊 我现在在一个地方停的呢 然后你们有意的人找我联系啊 他为了崇高的使命 为了伟大的俄罗斯 为了我 牺牲了 我今天得知 他在掩护手上的同班时 被炮火在自己中 牺牲了 我的爱人 他死了 他过去是我的一切 现在也是我的一切 可是 现在我没有可爱的人了 在这个可怕的时刻 我能想谁倾诉我的痛苦吗 也许我没办法说得亲 我那是一切 我这一名复兴人员 我在俄罗斯已经复兴了9年多了 总共是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其中一个哥们呢 他就是加入了 加入网格纳了 但是已经就是不幸地牺牲了 他是11月份加入的去年 然后12月的时候他就牺牲了 然后我想说一下呢 这个钱呢 不是那么好挣的啊 老弟们 有可能你来到这块儿 命没了 但是你要是在中国 假如说加入中国的战争 假如说你没了 你在国内呢 你是啥呢 你属于烈士 但是你来到俄罗斯 那你就是在这块儿 死也就是死了 千万不要走极端 在你人生 在你越落魄的时候 你越要把心态养好 这样你才能从这个 鼻鼓中一点点的走出来 千万别走极端了